袁崇煥已經死了幾百年了 連滿清皇帝都承認當年的婚化離間祭成功 才能拿下天下 大家一起團結對外 不要再中了婚化離間祭 院長昨天提到明末袁崇煥 有媒體人認為 這是不是代表蔡英文是亡國之君 只有自己留任才可以為民進黨力挽狂瀾嗎 袁崇煥已經死了幾百年了 連滿清皇帝都承認當年的婚化離間祭成功 才能拿下天下 歷史是一面禁止 我以鼓建金 呼籲國人同胞 在當今局勢險惡的時候 要大家一起團結對外 不要再中了婚化離間祭 而再次上當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說您還在做困獸之鬥 19號會走人 請問院長回應 另外內閣改組議題各界還是不斷討論是否最快也要年後才會有定案 好讓大家先開心過年冷靜一下 外界也認為近來動作頻頻每天排滿地方視察行程是否將留任甚至累積能量 參選總統 國勢如馬 許許多多的事情等著行政院長率領行政團隊結合中央地方一起來努力 我們最最重要的是大家忍住辛苦頂住折罵 讓所有國人需要的建設都能夠如期完成 痛苦會過去 美麗建設會留下來 作為行政院長最在意的是要給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員加油打氣 至於一時的閒緣碎魚這都不重要 民調的起起伏伏也不必放在心上 而是國家能不能向前進才是最最重要